被控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美國海軍基地開槍殺人的沙特空軍飛行員 據報支援基地組織,對美國參與的戰爭持批評態度 路透社說,這名沙特皇家空軍飛行員12月6日清晨 位於佛羅里達州的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的一個教室中開槍射擊 打死三名美軍人員,打傷八個人 後者包括至少三名趕到現場的執法人員 槍手隨後被警員開槍擊斃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帕12月7日表示 相不準備將這次槍擊事件定性為恐怖主義 路透社援引官方人士說,這名沙特空軍飛行員 是在這間航空基地參加美國海軍的培訓計劃 兩名匿名官員透露,槍手是沙特皇家海軍少尉 阿爾沙姆拉尼,這個人2018年首次進入美國 然後回到沙特,今年2月再次進入美國 並在攻擊前三天,到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報道 在攻擊前三天,到彭薩科拉海軍 在攻擊前三天,到彭薩科拉海軍 在攻擊前三天,到彭薩科拉海軍